好的 没有错 相信很多人最关心的 就是到底这个康瑞台风 目前它的一个结构又是如何 还有未来它的走势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 很多人关心会不会有台风架码 的确你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康瑞台风 它的位置就距离台湾而软比 还有将近1000公里左右 而且它的一个结构 可以说是持续的涨胖 在涨源当中 它的环流结构 像现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 已经来到了220公里 而且不排除在接近台湾的时候 它的暴风半径会再扩大 变成280公里 甚至在明天就有机会 会变成是一个中度台风 也不排除在来到台湾之前 恐怕是可以来到中台上线 甚至是强烈台风 所以现在这一段 很多人就在问说 到底它会怎么样的影响台湾 我们进一步就从影响的时序 来对所有观众朋友一起来看 紧接着接下来就是在明天的时候 最快在傍晚就有机会 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最主要原因就是预计在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三的傍晚的时候 就有机会是碰触到台湾海警线 所以碰触海警线的前24小时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且最快什么时候 就会有触及到台湾陆地 预计就是在星期四的清晨的时候 所以礼拜三的这个时间点 也会是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时候 而且接下来台风在持续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 其实康瑞台风它是一个非常浑源 非常庞大的一个台风 所以接下来它的暴风圈 预计在礼拜四的时候 都会开始影响到 全台湾各地的一个陆地 甚至在礼拜五的清晨四点钟的时候 暴风圈是会笼罩全台的 也因此很多人在关心的 究竟会不会有机会放到台风下 目前看起来礼拜四到礼拜五 这两天都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还是要看这整个未来 它的行径的路径 还有包括它的方向 都会影响到说这整个暴风圈 接触到的一个时间点 而紧接着现在看起来 这个台风预计最快要到礼拜六 礼拜六暴风圈在清晨诸乎 才会脱离到台湾的本岛陆地 一直到礼拜六的白天开始加速远离 台湾的天气才会回到 一个比较稳定的形态 不过很多人就在问 为什么最近这整个一个台风的路径 一变再变从原本的不登陆 到原本的移花登陆 又到原本现在看到的台东登陆 最主要其实我们从康瑞台风 他现在的戏级模式 带大家一起来看 你可以看到现在从戏级模式当中 比较多认为的都是在整个 台湾的东半部陆地来去做登陆 但是当然包括了像是中国的机上局 他是认为说会是从恒春这一带登陆 你可以看到在戏级模式当中 包括了他现阶段未来的一个路径 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不管是在从移花甚至往南一点 再继续的向西向南偏 偏到了巴士海峡这一带 都是有机会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 这一个太平洋的高峡 其实整个高压 从原本上个礼拜五 一直到经过的六日到礼拜一 目前看起来它的强度 都没有在减弱 所以就是在一个强劲的 高压情况之下 让整个台风是持续的朝西 跟朝偏南的方向来去做前进 而如果依照目前气象属的 这一条路径 接下来的雨会怎么样下 我们进一步从一周天气 带大家来看 从一周天气当中 今天明天主要都还是受到 东北气风影响 北一要留意会有 局部大雨的情况来发生 不过到了礼拜三开始 整个我们刚刚看到的 台风的外围环流云性 逐渐影响之下 北北基一要注意 开始都是会有局部 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发生 那影响台湾最剧烈 就落在礼拜四到礼拜五 礼拜四开始 整个台风的环流 逐步已经在靠近台湾了 甚至部分地区 都已经笼罩在暴风圈当中 所以北部跟宜兰要留意 还是会有豪雨情况 但是因为受到中央山脉阻挡 中部跟南部 大概就是间歇的阵雨情形 到了礼拜五这一天 将会是台风影响台湾 最为明显最剧烈的之后 各地尤其在北部东部 都有豪雨 甚至西半部 也有豪大雨的情况发生 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提前的来做好 防台戒备 以上这节最新 公文宁流不断冲刷桥敦 马路上陆树倒塌 土石堆积成小山 这是2004年南马都台风 登陆后对台湾造成的 可怕灾情 当年南马都市在 12月才登陆平东 创下台风最晚登陆记录 而康瑞台风 如果真的在11月1号 登陆台湾 它也会是57年来 第一个在11月登陆的台风 类似像1967年登陆台湾 11月登陆台湾的 这个极大台风 当时它登陆的这个强度 也是中度台风 不管哪一个月登陆 然后等其实都是 影响的程度 应该都是相同的 1967年强台极大 和今年的康瑞台风 不只登陆时间一样晚 从路径图来看 强台极大当年在东方海面 行程后 一路从台东花莲一带登陆 灾情重创花莲 造成两人死亡 以及上千间房屋受损 至于康瑞台风 依照最新路径显示 它也会从台东花莲登陆 到时候东半部地区 势必得研发大好雨 如果是从台东这边进来的话 基本上走 风雨大概就会 非常的集中在东半部 尤其是大台北的东侧 然后到伊朗花莲台东 康瑞台风目前在台湾 东南方海面路径 还可能持续往西沪南修 提醒如果真的从台东登陆 东半部要注意强降雨 而康瑞从西半部出海后 台北转恐怕会沿着 台湾海峡北上 新竹苗栗以南地区 也不能轻忽 除了要注意台风动态 也要及时做好防台准备 东西往黄天玲州 综合报导 在台东富岡渔港 很多绿岛居民 背着大包小包 准备上船回绿岛 就怕台风一来停航关岛 至少要四天以上 进不去也出不来 不只绿岛居民很忧心 运送物资的业者 也急着把一篮篮的青菜 还有好几箱食材 从货车上搬下来 接力送上客轮 准备要帮绿岛大补货 还有营养午餐的运补业者 担心台风逼近 绿岛航线会连续停航很多天 导致绿岛国小的学生 可能面临食材短缺 因此多准备好几天份的食材 趁停航前赶紧送达 基本上我们跑两趟完就停航 12点半以后就跑完了 至少到礼拜四前都停航 基本上 10月1号以后 看天好状况 因为抗瑞台风步步逼近台湾 更逐渐增强增胖 又有外围环流影响 船公司基于安全考量 决定将往返绿岛的航班 从28号中午12点半过后 到10月31号星期四 全都取消 至少四天没办法运送物资到绿岛 至于11月1号以后会不会开船 还需要是风浪影响状况 目前还无法确定 客轮船长和物资业者表示 因为台风的关系 优星绿岛会关岛太多天 物资可能会被扫空 因此运补量都比平常还要多 目前康瑞台风还难以预测 绿岛居民不敢掉以清新 只能多准备物资 防台措施 严加戒备 好的没有错 其实才送走了一个 谈美台风之后 这个礼拜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康瑞台风 它接下来到底在礼拜四 礼拜五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而我们现在要透过的 最新的各国路径告诉大家 因为从今天早上 最新的国际资料当中 确实现在的路径 又在持续的往西 来去做修正 而且目前按照最新这一条的 中国所做出来的一个路径 它登陆点已经修到了 有将近是在恒春半岛这一带 甚至接下来 其实在各国当中 都有持续再往西 再往南一点的方向 来去做修正 所以接下来 目前虽然认为说 这整个康瑞台风 接下来都有可能会登陆台湾 但是目前它的登陆点 在各国现在的路径 看起来它的分歧 还是非常的大 也就是我们要持续 为大家来去做观察跟关注的 不过以目前气象区 官方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浅势的路径图 现在认为它又会从哪边登陆 我们进一步先带大家来看 从浅势预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气象署 也从昨天 原本是在宜花交界一带 到了今天早上 大概是在花莲 而最新这一报 目前也已经修到了 是在台东一带来登陆 可以看到的就是认为 预期在这整个太平洋的高气压 它的强度 还是来得比较强势一些 所以在高压强势的情况之下 这整个康瑞台风 它的路径 就是持续的再往西来修正 所以接下来要提醒跟注意的 就是它接下来的雨势风雨 原本的只有北部跟东半部 恐怕现在中南部地区 也都要眼加戒备 什么时候将会是 它最靠近台湾 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就会落在 礼拜四的大概下半天 一直到礼拜五的一整天 将会是整个康瑞台风 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 所以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一定要持续的来关注 各节最新的有关于的台风预报 而接下来我们要从的 就是色调强化的卫星预图 带所有观众朋友进一步来看 为什么我们会说 这个康瑞台风 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主要来看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一个康瑞台风 它的一个环流结构 以及它的外围园系 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 以及它的环流是相当的庞大 所以接下来 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不排除它的七级暴风圈 是可以扩大到将近280公里 所以亚帕它不管从哪边登陆 其实对于各地 都是会带来强风 都会带来雨势的 而接下来的雨势又会怎么一下 目前气象鼠针对 这一次一个礼拜的天气 也都有做出了相关的雨区 我们从一周的天气 带大家来看 从今天跟明天来说 最主要就是受到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尤其在北部 其实今天走在外头 都是比较阴天失良的天气形态 到了礼拜三来说的话 东北季风再加上 整个外围环流云系 逐渐影响之下 北部跟宜兰要留意 北北季都是会有 局部大雨的情况大声 而且要最重要注意的 就是到了礼拜四 礼拜四开始 随着台风的外围环流云系 逐渐在接近 再加上台风在下半天 就会慢慢的靠近到台湾 因此在这个时间点 北部跟宜兰恐怕 都是会有好雨的现象 各地也都是会有局部的震雨 而影响台湾最明显的 就落在礼拜五 礼拜五预计在这整个 台风的暴风圈 都有可能会笼罩全台 所以礼拜五来说的话 尤其在北东 要注意到会有好雨 甚至西半部 也都是会有好大雨的情况发生 以上这件最新 目前以这条路径来看它 在影响我们的这个 几率是蛮大的 尤其这个 目前看到整个范围 大概到30号 31号 就是它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那一直到了1号 然后2号才会慢慢地 逐渐地从海峡这边 逐渐地远离 那另外我们可以 先来关心一下 就是今天的天气 目前我们可以注意到 就是整个 刚才从微星云图上面看到 其实台湾上空 是有比较多的云系 那目前是主要是 收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零星星都有一些降雨 那刚刚在南头 也有一些对流 正在发展当中 所以刚刚在南头的时雨量 曾经有来到50毫米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 迎封面的降雨 以及昨天晚上 在这个高雄地区 台南地区的这个降雨 都还算是蛮明显的 那接下来的天气的话 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个Henry台风的动态 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台风 它逐渐地会朝西北的方向 向台湾靠近 到了31号 也就是礼拜三的 早上8点的时候 大致上就会位于 比较接近台湾东南边的 这个位置 那所以今天明天 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到礼拜三 就会受到这个台风的 外围环流影响 各地的风雨 都会逐渐地明显 北北基矣 可能会有大雨 花冬也会有震雨 那中南部 大致上都是维持 午后震雨的形态 大概就像是 这一张图所显示的 雨势比较大的地方 都会落在 这个北北基矣的这个区域 那另外在北部的山区 也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雨势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到礼拜四礼拜五 也就是10月31号 以及11月1号 这是台风影响 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我们预计 各地的风雨 都会非常的明显 东半部地区 以及北部山区 可能会有 豪雨等级 以上的雨量发生 另外在西半部 就是北部的平地 以及中南部地区 也有可能会有豪大雨 那刚刚提到就是 台风在逐渐通过 我们的时候 如果它是比较靠近 在东半部的这个区域的话 首先会出现 豪大雨的区域 就是刚刚提到 会有豪雨等级 以上的东半部 以及北部的地区 北部的山区 但是当台风 如果它是真的 就是通过台湾地区的话 到了台湾的西半部 那紧接而来的 就会是比较偏向是 台风南边的西南风 所以中南部地区 可能在台风通过之后 也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 这是在这个台风 影响我们的时程上面 可能要特别留意的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其实这个台风 它还是有一些 不确定性的 也有可能是比较偏向 是从东半边这边通过 如果是从东半边 这边通过的话 那中南部的降雨 就会比较不明显 但是如果它在偏南边一点的话 那南部地区 或是甚至中部地区的降雨 可能就要再特别留意一下